勇武抗爭 精神可佳 但策略不當 它是一體之短 博人之長 所以它不但不能達到目的 還會造成反效果 它會使一些本來支持的人不支持 還使得一些本來無保留支持的人變成有保留的支持 你看就拿國際社會 就拿美國來說 那些最支持香港的這些官員 議員和學者 他們最近以來都一再的反复的強調 呼籲港人要堅持和平抗爭 不要有任何暴力 否則的話就會給他們的支持造成阻力 這說得很難清楚 而更重要的是 一旦港府一旦北京強力鎮壓 就像戴亞門教授原來講過的一樣 很不幸西方社會將沒有人騎著馬來拯救這些香港民主人士 美國沒有能力也沒有法律地位進行干預 當然我們知道香港這些勇武派他們有個計劃 所謂攔炒 就同歸於盡 遇失居焚 因為他們採取的暴力並不是暴力革命 並不是打游擊 那就是破壞一些公共設施 造成交通阻塞 干擾政府施政等等 他們計劃就是沒有一個社會可以長期的這麼混亂下去 這樣子就迫使你當局二者則一 要麼做出讓抗議者滿意的讓步 要麼就殘暴鎮壓 而他們又認為一旦當局殘暴鎮壓 必定會引起美國和國際社會的強力的反制 會給中國政府造成很大的損失 乃至於引爆它的統治危機等等 但是我原來也講過 這種策略成功機會是非常非常小 你搞不好到頭來很可能就是預分了 那時到沒有分 接下來 好 不同